繼續來看到冰冬池的生理生村 因為受到這次鳳梯三度二的影響 有二十檔立宿見到區域的地盤 無法處置表示 已經有協調四天黨櫃 按算一個月來會收你好寫 開一個生理生村的獨立桌點 店裡面這張大廚 去讓三度二風胎散渡去 無法處置現在緊急處理 現在好像村村頭 不過比較好處理的 是風胎天去讓手機地 散去的家庭 這些老建材和家庭有二十號 這麼多店頭家是怕說 如果又落後 家裡會又流水 暫時時生用磅補把家庭蓋起來 大家就是趁風雨見小的時候 就趕快出門把這些東西整理了這樣子 不然其實颱風假結束之後 大家其實客人就會來 那你還沒有趁這個時間前 就去把它整理完的話 客人也是沒辦法進來這樣 生理生村裡面的日本宿舍 都在做是歷史建築 所以外觀跟結果 如果升等店頭家 不可以自己維修 就要有文主人員 評估之後才能收補 店頭家不僅簡單 可以做一些環境的整理 才是維修一些跟歷史 腳下無關的東西 雖然暫時沒有影響影響 不過入這優勢 真得急 餅瓦破裂跟這個天溝的水混 那我們會在一個月內 把這些損害的部分 我們會一起做一個修復 那另外在露樹青島的部分 大概有八十幾處 那其中可以扶正的 我們就會把它扶正 那另外有二十幾個地方 它是樹木已經斷裂 然後必須要移除的 我們這二十幾處 我們也會啟動一個把樹種回來的計畫 瓶洞管政府文化處表示 目前等一個現機 讓這些店頭十過分的 糟金減罐 也協調四港的黨員 可以趕緊來修復建築物 讓生理生存兩者 愈讓英子的經濟 記者苦教養 瓶洞不得